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将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 真言第十章的十七到二十一节 题目是生命的道路 真言第十章十七节 谨守训会的乃是在生命的道上 为弃则备的便迷失的路 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 口出缠棒的是愚望的人 多言多语难免有过 静止嘴唇是有智慧 一人的舌乃是高盈 恶人的心所值乌己 一人的口教养多人 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 在这里真言的作者 将人对于生命的寻找 比喻为人对于一个目的地的探访 好比我们说某处藏有宝藏 是巨大的财富 但那只是存在于传说之中 没有人知道怎么样能够找到那批宝藏 我们到那里去 先得要找到那条能够去到的路径 这就好像我们看过夺宝骑兵的电影 主角要一路上经历千辛万苦 要途经那些没有人知道的路线 在路线上还有各种危险 毒蛇陷阱 保障守护者 要经过千辛万苦斗智斗勇 穿过种种的危险才能达到目的地 获取宝藏 如果换一个故事 是我们常读的武侠小说里面的 主角的亲人或是情人 深重剧毒 主角必须去经历千辛万苦去寻找解药 或者是天塞雪莲 千年紫苏 作为药影 那么找得到找不到这个药物 那就可以说是人命相关的 找得到是生 找不到就是死 真言的作者相信人并不是一定要死的 如果我们找到了神的恩典 例如像是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 就被神取去而不见死 这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找到了神为我们准备的生命泉源 括号生命树 那就可以永远不死 而真言的作者就是说 这条通往永远生命的道路 就是生命的道路 凡是遵守神训悔的 就是走在生命的道路上 作者是这样说的 一旦有人为弃责备了 那就是走迷的路 什么叫做为弃责备呢 也就是说 当我们做得不好的时候 神会责备我们 或者是用他的灵感动我们 或者是透过先知或者使者 来责备我们 这个责备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够悔改 只要我们悔改并且悔转 那就能够走回生命的道路上 可见即使在律法规定最严格的旧约时代 神也是给人留有悔改的机会 不是一犯个错 就一杆子打死 再无翻身的机会 然而人如果从道上走分岔太远 屡次被呼叫又不肯回头 那就在岔路上越走越远 终究是找不回来的了 基督就告诉我们 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所讲的道路就是这条通往永远生命的道路 这条道路是真真实实存在的 他的话语引导我们 走在这条通往生命的道路上 他又赐下了圣灵 在我们行走岔路的时候 责备提醒我们 要我们回转 只要我们迷失的还并不太远 那么回转了 就能够继续行在这条生命的道路上 那再下来呢 作者就提醒我们三样 可以从口而出的祸害 那就是隐藏怨恨 口出禅磅和多言多语 神赐给我们能够说话的口 这是万物所没有的 我们可以较为准确的沟通意思 也可以用我们的口来敬拜赞美主 但是呢 我们的口也可以为我们制造祸患 那口出怨言是不好的 但是要比口出怨言更为不好的 那就是心里有怨 但是却有隐而不说 作者在这里就说那是说谎的 我们如果有怨 那么可能说出来就没有事了 有了怨却又撒谎不说 将之隐藏了 那就是怨恨了 还有另外一种撒谎就是口出禅磅的话 这是别有用心的话 那是将话语当作武器 或是当作工具 用以达成那说话的人难以言语的目的 我们可以使用说话话语 作为人际关系的润滑机 但是若是我们使用欺骗的言语 用以害人或是用以向人牟利 有的人可能觉得他们很厉害 只动动嘴皮子就达成目的 但是这里箴言的作者说他们是愚妄的人 意思是他们在神面前就是愚妄 他们终必要遭受到大损失 这样的愚妄人是远离神的智慧 是以他们的生命为代价 换来有限的利益 他们用话语来行恶 在神的面前 那是和用刀剑棍棒来行恶 并无不同 愿上帝怜悯带领我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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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